謝謝主席 那個 部長跟署長 消防署好了 剛剛那個葉委員都在比警政署 我們現在比消防署 繼續來 請消防署葉署長 部長也要 部長一起 請部長 那時間還沒有 你看又作弊了你 你聽一聽 每次就讓我抓包你 賴委員好 剛剛在比警察的警力比 那消防呢 消防的警力比 有沒有什麼標準 報委員 協委員的關係 基本上 以日本的話大概一千比一 那我們現在全國呢 現在全國的話 大概是一六八二比一 一六八二 那當然是不是 很多地方 我看這比例很懸殊啊 對 有些不 我們現在的消防局的人員 用人費用都是由地方來負擔嗎 基本上 那個錢都是由 那個 我們的主技術來設算給地方 這樣子 怎麼設算差不多 我們這個消防人員的比例 到底除了說總人口以外 有沒有考量到地區 地區的這個服務員 面積大小 有 我們整個的那個 消防人員的設算 大 這你看這個 我 我 我比其他的地方嘛 你看花蓮 台東啊 宜蘭這些東部地區 好 這個 台東人口數最少 用了兩百零六個 了 花蓮那麼多 全國最大的一個 好 縣市 土地面積 人口也比台東多 他一百九十個而已 你看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宜蘭 宜蘭比較小啊 宜蘭面積小 但人口多啊 他用一百五十七個 目前的話 花蓮的部分啊 他已經 做一個那個 三年的計畫 他逐年要增加 可以增加到 逐年增加到四十個人左右 增加到四十個比例也不對 因為你看 花蓮地區 這個 除了說在都會區 花生火災 花生火災 跟這個都會區 跟鄉村區 有沒有 會不會有 差距 那個比例會很大嗎 事故的造勢比例 當 基本上在 我們那個 就是一般的 農村的地區的話 他發生的 基本來講 他的建築會比較矮一點 那就是說 希望這到達時間 會長一點 所以你看 不要說 我們地方建設 城鄉差距 包括說我們的 警消人員的配置 也嚴重 城鄉差距 你看台北市這樣 比塞大那麼大而已 齁 就配了一千三百多人 對不對 那 那整個花蓮 台東 還配 一個 兩百人 一個一百九十 經常天然災害 我們那邊很多民心災區 你如果每次風雨來 這個 颱風一來的話 馬上警戒 馬上消防人員 就第一線 要去處理這些工作 結果反而是災害最多的地方 部長外長重視 他 就是說 每一年他都會 用他個人的艱涵 要求各先人來充實 你那個道德性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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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我這樣多用人數說要幫你投八十的人 結果你派了多少人去啊 去年 蛤 蠻多的 去年 去年啦 去年啦 九年啦 八十人是喔 嘿 大概幾萬我們都滿足他的需求了 八十人裡面 十五有幾個 因為 我們的婚法啦 是照新積的本的 他好像比較有特色 蛤 所以你現在現象嘛 八十人裡面幫你用 十八都十五啦 他 他比較會讀書 他在成績再強 所以 今天我本時在這裡就是要跟你討論這個問題嘛 是 你說同樣拿苗子在那 厚水公在那裡 真的 第一線真的要 齁 那個要 要 穿上去要求 買的時候 女孩子跟男孩子比較 你自己去比我看看 欸 保護 我現在有加強他們的訓練 阿 還怎麼加強 你說葉仁親怎麼加強 他也沒有比我更用 對不對 對嗎 對嗎 這個齁 所謂的兩性工作 齁 這個齁 兩性工作平權法啦齁 這個 性別工作平權法 這當然我們語於尊重 但是像錦銷這樣特殊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行業 要散山要下海 要齁 上刀山下油鍋 要拚的時候 真的啦 這個體能是先天齁 上帝決定的啦 真的說的 所以阿你直接給他派那些女孩子來啊 每一個都交滴滴的 然後又昏慌齁 表面上說他們也要跑愛情 結果你也把他分到說各個消防分隊去 欸 本來那些都交給大家好好 為了你這幾個兩個 一個女孩子來 我跟他便宿還要創女孩子 驚給他 齁 阿來宿什麼 背情宿舍還要用那些 結果 做成那個 本來錢就沒有了 結果這些都還要 阿現在 要出門還是要抵班的 麻煩你了啦 真的麻煩啦 那個是趨勢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趨勢 是 這我不見得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形勢上的一個趨勢 我認為說 很多工作齁 這個女男之間 當然我們非常尊重 好的 這個女男的這個工作平權 但是有些特殊的工作項目 的確是應該要考量到 他的現實上第一線的需要 我們在形勢上都會考量的 你說 齁 真正要叫三男啊 到火場去救 那個還是 平良心講 還是男性的 女孩子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阿 譬如說 那 女孩子來做總統也不錯阿 對不對 做國會議員 你看 業績也做得比我更好阿 這種的女孩子 總統 蔡英文來做 也應該做比馬的更好阿 對不對 齁 但是消防的這種工作啦 你行政的 你那個比例太高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 對齁 反而在第一線執行很困難耶 這跟有什麼條件你看看 你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是雙軌制嘛 分流制 有些去考警專 警專要躺兩年嘛 阿你的特考咧 B科企業啦 B科企業 這個要怎樣 這科企業你看 談不上所謂改善 我們就是加強我們對於 我們的警消同仁的訓練 那麼當然 以目前狀況來講 一般觀感上是認為說 我們的女性同仁體力上 可能比較不如男性同仁 但是長遠來講 我們基於性別平等的要求 既不能在考試上面設性別的設限 原而的設限 那麼我們就只能從教育訓練上 還有在工作的實際臨場 的這一些 或是你們提高 那為什麼去考警專的這個男孩子比例 會遠高於特考的這個比例 那你們為什麼不就是 我就盡量先考後用 先讓他們去躺兩年 這個 這個先讓他們 警專的這樣來考 究竟是要訓考用還是考訓用 這個 之前就是辯論了幾十年 目前考試驗的政策 是如此 我們當然在制度下必須要配合 但是真的 我像是女生太多 但是真的有 我們在第一線看到 你說要戒人出去掐舵 看著我看他就敗得那麼嚇死 你看業績看你掐舵嗎 這個要怎麼反應也沒有我 很多先天性的那個 真的不適合這樣 你感覺不 我敢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考量到這一個工作的環境 這個環境之下 不要讓在第一線的這些 分化去真的造成困擾 那另外 這個消防人口比例 哪一個地方應該配比多少 你不能說像 我這樣看起來 花東兩線 我跟你講 台東四個分隊四個大隊 花蓮浮衍那麼大 才兩個大隊 兩隊而已 你說那些編制配比 人的使用 真的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閉下去 大家閉下去 對吧 這個你們說 你常常要道德勸服 這個應該是要有一個 最起碼最低的一個標準 來處理 不然你在東部地區 沒有到現在怎麼你知道嗎 沒有消防現在 現在用什麼 消防站你怎麼聽過嗎 消防站你怎麼聽過嗎 沒有 之前有聽過 但是還沒有去 那個是在幹嘛的 對 就是只是一個點 他並不相似 對啊 那個點 那人是誰啊 消防站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書長你不要給他打發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說了 我只聽過 但是並沒有去看看 對 你做到一個書長 消防站就是為什麼 消防站就是偏遠地區 因為他沒有 不足夠的消防人力 所以變成說 就義消自己 自己做義工來那 然後 你們要淘汰 不要的消防車 他們在這樣 替你固 替你維修 你們連一個 水電錢 便當錢 你們就沒給人 我覺得這樣很 他們也是 他們這樣 我們這裡 這個地方的安全的保護 我有正式消防人員 跟義消 那個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全國大概還有多少消防站 我們在偏向地區的 變通方法之一 包括 像剛剛委員所講 重慶 尤其在三地鄉 但是我們也會盡量 如果說以三地鄉來講 我們是有去 加強訓練他們的救災能力的 那你訓練 對啦 這些人來這裡訓練 還是來值班 或是怎樣 站在單位 你們有給我們 撥挑什麼津貼 因為這一部分 是屬於縣市政府的職權 對 都沒有啊 我們不是有中央職權 那個都還要來 像我們一些民意代表 像企業 來再募收他們的 餐點會 值班會 我覺得這個制度這樣不對了 這個應該由政府來負擔的 你即便說現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好 這些義消願意來 願意來幫忙的話 同棋嘛 你們對他們的訓練好一點 最起碼他們 你也放在那裡 一檔那裡 自己的佔米 拿你一檔 這樣怎麼講白 部長你怎麼知道 不只是義消,包括我們義錦、民房等等 我們有很多重要民間的協助能力 我們很感謝我們民間有這樣的力量 消防站喔 武達幾號荒野一二十公里以內 就只有他那個地方消防站喔 這個在偏鄉在比較 這個像花東地區比較遼闊 很多這種現象 對不對 那這些人 我覺得我們政府 這個政府對他們呢 真的是太刻薄了吧 很感謝委員對消防站的詳細的這個描述 我回去之後會跟我們署長 再深入了解一下 看看對於全國某些地區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來給他們一些協助 對啊 署長你現在就在後面講一下 現在 會 最後面我們一定會照剛剛部長的指示 部長跟你指數 你現在說要跟你研究 你說部長指數我都聽不到你咧 沒辦法 那你們全力來照顧他們 那你們成功 我們應該全力來把他們做好 那 這個 消防人員跟警察人員平時 都是地方上的安全的守護 守護神 那 我們理念說你們準備工作很像 那不要說經常出事 人員,但是知道那時候要發生都不知道 都不曉得啦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人員的一些配比之下 真的要考量到沉香的一個差距 你看台北市的小鳳堆 小鳳堆我們去看裡面 什麼設備的LED的,冷氣 連按摩魚就有了,集中器什麼 連接的要放商品的層口就沒有 那些商品花那麼多錢,要放在路邊的層 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說真的對 偏鄉地區的這些消防人力還有設備 這個是特別是制度上改多少人力 你不是說常常道德政府叫地方政府說你變來變來 你看看這些人數的比例 我覺得已經很失真荒謬了嘛 好不好 謝謝 不過最後我們還是 我們關心我們這個耐性 台南耐性 誒,議長啊 這在跟別人 台南又會信耐,這可能我請教 不過這個耐,這個消防員 他的這個不幸的事情我們還是最大的一個 希望說可以 這個 他這個 後續他很希望再回到消防的崗位工作上 有一些內勤的工作 是 這個應該好好妥善跟他安排一下 好不好 是,非常感謝委員的關心 我在跟他見面的時候一定會轉達委員的關切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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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